好,我們先敬禮傳承主師 敬禮了名和善 敬禮殺家正空喪師 敬禮十六四大寶法王喀瑪巴 敬禮圖登大吉喪師 敬禮韩成三寶 敬禮今天附魔的祖尊 西方极樂世界 阿彌陀佛 師母丹禎葛祖登西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大家午安 丹禮大川 岡教授 阿彌陀佛 愛してる 親鸭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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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 12月26日 下午3點PM 在彩虹雷仗寺 有 不空堅守觀音的護摩法會 那大家都知道這一尊 不空堅守觀音護摩法會 這尊在 觀世音菩薩當中 是非常出名 因為 不空堅守觀音 也就是 所求 不空 所求不空 一向 這一尊的護摩呢 非常 多的足起 而且是一向來 都是最多的 因為大家知道 因為大家知道 這個不空堅守觀音 跟他求 那就是 這個叫做 有求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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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求不空 你求什麼 他都會硬 而且所求 都不會漏空 可以講 可以講 護摩當中 每一次 主起的 或者是功德主 都是最多的 所以就 不用介紹 不用介紹 也不用 也不用跟大家講 大家自然都會求 不空檢守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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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做這個阿彌陀佛的護摩 我最尊很重要 那是師尊的 本身的 本尊 那麼阿彌陀如來 也可以這樣子講 也可以這樣子講 是盧樹尊 本身的 本地 本地 這個 以前我也寫過淨土 淨土中 我以前寫過淨土 那麼淨土呢 就是有三經 三經一論 一論 就是往生論 三經呢 也就是 阿彌陀經 另外還有大阿彌陀經 小阿彌陀經 另外還有 觀無量壽 觀無量壽 觀無量壽經 是三本經典 跟一個論 依照這個佛說的三本經典 跟一個論 而成淨土中 專門是 持民念佛 持民念佛 我們剛剛聽到那個 那個奏音 他也有念佛號 就是持民念佛 聽到的 聽到的是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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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這個就是持名 持名念佛 也有念 六日佛 也有念四日佛 南無阿民 伊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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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六日佛 四日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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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四日佛 另外還有更長的 還有更長的 那個持名念佛 有時候只是合掌 一口氣念十聲的阿彌陀佛 一口氣念十聲的阿彌陀佛 按照規定是要念十遍十聲的阿彌陀佛 每天早上這樣子做 那平時呢 也是一樣在念佛 不只是早上做 晚上做 不只是一口氣 不只是一口氣念到最後 那念到最後 在臨終的時候 稱呼阿彌陀佛的名字 阿彌陀佛 跟觀世音菩萨 大四字菩萨 西方三聖 西方三聖 會顯現在你的面前 然後接吻 然後接吻你 往生到佛國淨土 這個淨土中 是佛教當中的 異行道 最容易做到的 它其實也是不容易做到 因為經典裡面有講 你在臨終的時候 必須要一心不亂 一心不亂 你觀想阿彌陀佛 你念阿彌陀佛聖好 觀世音菩萨聖好 大四字菩萨聖好 西方三聖 現前 自然來接吻你走 重點在一心不亂 其實一心不亂 就是定 一般人是很難做到這個定 這個字 在臨終的時候能夠定 這個就是一個要 一個很重要的口訣 所以不管是易行道 還是難行道 難行道 密教就是難行道 密教 密教本身就是很難 難行道 但是密教 依照實修的方法 一樣也可以到佛國進度 那我們今天 那我們今天這個 邪佛要懂得易行道 難行道 要懂得 要懂得 懂得它的重要口訣 其實很多口訣 都是在一心不亂 一心不亂 這是最重要的口訣 這是最重要的口訣 你結婚久了 生活就沒有激情了 你是怎麼看的 這位太太回答 我不認同 我們有時候還是很激情的 記者就問 記者就問 是什麼時候呢 這位太太講 吵架的時候 吵架的時候都是很激動 很激動的 所謂還是很激情 這邊有一個女同事啊 已經離婚兩次了 我就問他 你長得也是頂漂亮的 怎麼 你總是離婚呢 這跟女同事叹來口氣 因為家庭暴力 我聽了以後很同情 同情的講 你也是夠倒霉的 怎麼老是碰到這種人渣 只見你同事有些不好意思的講 是我先動手打人的 這都是笑話 我們進入主題 你問我答 這是巴西 巴基歐 巴西 蓮花取君 蓮花取君問的 最尊貴的根本上師佛安 巴西的弟子們 巴西的弟子們 有以下的問題想請示 是否 一 經咒是否有規定 某些時間不能念 有的人念經啊 有的念奏啊 有一些時間 某些時間不能念 來 一般人來講下來 是這樣子的 他的習慣 你上廁所的時候 上廁所 大家認為廁所是不靜 大家認為廁所是不靜 上廁所這個的時候 不要念 大家的認為是這樣子 廁所很髒嘛 而且你正在坐在蓮花上 而且正在出力 就是嗯嗯嗯 的時候 你哪裡能夠念 念經啊 念奏啊 另外有一點就是說 有人認為躺在床上 也不能念 有些人認為躺在床上 也不能念 躺在床上 你就好好睡覺 不能念 不能念 那麼 我告訴這個巴西的弟子們 不管什麼都可以念 什麼時候你都可以念 你要念經也可以 你可以 你要念咒也可以 你要念咒也可以 欸 這廁所裡面 怎麼可以念經念咒呢 難道我們還要敲木儀嗎 在廁所裡面怎麼可以念經念咒呢 師尊講這句話對不對啊 我跟你講對 因為沒有不乾淨的地方 因為沒有不乾淨的地方 也沒有乾淨的地方 其實你肚子裡面的東西 就已經存放在你肚子很久了 你以為你乾淨的時候 你肚子裡面都是不乾淨的 你以為你乾淨的時候 你肚子裡面都是不乾淨的 一定要念佛 你才能夠修明光法 躺在床上修明光法 床上可以 廁所也可以 甚至於你那個大香 我們稱為大香跟小香 我們不稱為米田貢 我們不稱為米田貢 也不稱為那是尿 那是大香跟小香 你那個都可以供養三二道 都可以供養三二道的 我記得我以前讀過一本書 那個叫做什麼 有一個人到來一個國家 叫做直腸果 直腸 那腸子是直的 那吃的東西經過他的腸子以後 很快就排出來了 那個叫直腸果 上等人吃了東西 從那裡出來 就給第二等人吃 二等人吃在這個東西以後 再出來 就可以下等人吃 三等人吃 那個果叫直腸果 所以我們不認為那個東西是髒的東西 米田貢不是髒的東西 我們稱為大香 那個小邊 那個小邊 我們稱為是小香 那個都是有用的東西 可以供養三二道 可以供養三二道 在密教裡面是可以 是可以的 所以 現在日本好像也發明了 這個鹽尿 是台邊 鹽尿是台邊 我已經講過了嘛 鹽尿 這個喝尿 日本的那個很多人流行喝尿的 流行喝尿 日本喝尿沒有問題 還有吃大便 其實也不是問題 只要把那個味道 大便的味道拿掉 然後再用那個麵皮 麵皮 把那個東西集合起來 再把它捲起來 就變成春捲 越南話叫做宅窯 宅窯 宅窯就是春捲 春捲就是宅窯 我們台灣人講說 那個弄起來 加一點青菜 加一點香料 捲起來 就變成潤餅 潤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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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大家都會笑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要記得 你腸胃不好的 像連系法師 是腸胃不好的 腸胃不好的 你找一個 找一個人 他是腸胃非常好的 每一次 餓出來的 全部都是金條 他絕對是金條 你不能有拉西的 你不能吃拉西 那個人拉出來 全部都是金條 他一生當中 沒有腸胃的病 他腸胃裡面 有很多健康的細菌在 然後你排出來 然後你排出來的時候 因為跟著混變出來 全部是黃金的金條 非常漂亮的 非常漂亮的 不是非常的硬 非常的硬就變成便秘 也不是非常的軟 比香蕉稍微硬一點 然後出來以後啊 你用錢去跟他買 他腸胃很健康啊 一整條你看起來就是很新鮮 很有營養的 帶著健康的細菌 你要知道 你用這個 麵皮去把它包起來 好好的吃幾次 好好的吃幾次 就是你腸胃啊 經過那個健康的細菌 以後你的腸胃就變成健康 你會跟他一樣的 以後全部拉筋條 就是經過這個 醫生 這樣子認為 有好的細菌 因為你腸胃有好的細菌嘛 那腸胃有好的細菌 才會拿出來都是精條 那知道 那個好的細菌一定是 跟著那些精條在一起的 那裡面就是有醫生菌 那你經常吃那個人的糞便 那個人身體很健康 從來沒有腸胃的問題 從來沒有腸胃的問題 你吃了以後 你就變成那個人的腸胃 這是一個治療的方法 我今天告訴你喔 我今天告訴你喔 你就會撞得跟那個 撞得跟那個 山莊的聯網一樣 那我是告訴你這個 所以經咒是否有規定 某些時間不能唸 No 不是的 任何時間都可以唸 那你最好唸一下清淨咒 先清淨那個場地 然後你可以唸經唸咒 我認為都是可以的 第二個 共品需要講求 共品需要講求 單數還是雙數嗎 這個問題來了 以前有人問我 他要去祭祖 他要去拜祖先 去拜佛 問我 他想去拜那個湯圓 櫻呀 湯圓 櫻呀 問我櫻呀 是要這個 紅色的還是白色的 我跟他講 紅色的白色的都可以 他就準備了 然后再来问 这个汤圆是要多大粒 有的是很大有没有 我们吃的汤圆有的是 那个盐宵节的时候 盐宵是很大粒的 还有里面有包芝麻的 是要大粒包芝麻的 还是小粒的银样 我也是跟他讲多可以 然后他在问我 那个每一碗要多少粒 每一碗要多少粒 我说随意啊 随意啊 你还算一粒一粒的 随意的 他问我就是单粟还是双粟 银样要单粟还是双粟 我跟他讲多可以 所以共评需要讲究单粟双粟吗 都可以 回答都可以 没有禁忌 有些人是有禁忌的 有些人是没有禁忌的 那么师尊根本就没有禁忌 共评需要单粟双粟 没有禁忌 第三 他问的修法的时间需讲究吗 刚刚已经跟你讲过了 修法的时间没有什么讲究的 没有什么讲究的 但是在密教里面倒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规定 晚上的时候修复法 白天的时候修本尊 他分成好像黑夜白夜 黑夜白夜 另外还有十五以前 十五以后 他有规定 这个是有规定的 在密教里面 稍微你看了密教的时候 修法的时间 有时候是有讲究的 好像你做超度的时候 那一定是在晚上 那白天呢 白天可以吗 其实也不要紧 如果按照我来讲 我是百无禁忌 你们要按照密教的规矩来讲 这个修法的时间 有时候是有讲究的 因为十六四大宝皇告诉我 他白天他修本尊 修度母 晚上他修复法 晚上他修复法 他的原则上是这样子 那么白天呢 你可以修这个祝福 晚上修超度 差别就是这样子而已 归于佛教之后 无需理会其他宗教 归于佛教之后 当然佛教是 我们认为佛教是最好的 佛的这个道理 他讲了说法四十九年 最周全 那么耶稣基督 他说法只有三年 只有三年 时间很短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说法四十年 四十年 这个穆罕默德说法 他四十岁才有天曲 六十三岁就走了 所以他说法只有二十三年 最长的还是佛陀 释迦摩尼佛 所以那个 但是你归于佛教之后 无需理会其他宗教 其实普通恭敬 我们尊敬孔子 是因为他教我们 很多的理跟义 教我们做人的很多的理解 教我们很多的 做人的道理 讲论语 里面所说的 很多做人的道理 我们尊敬他 耶稣基督 我们也是尊敬他 他甚至是我的咕嚕 他在登山宝信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使徒 行传 里面所讲的道理 都是非常好 另外 这个天主教 其实也有很好的 像创世纪 还有立位纪 有六纪 前面六纪 穆斯林 对 这个 旧业圣经里面的 前面六个纪 包括了 大卫王的诗篇 都是很尊敬 穆斯林 那个伊斯兰教 他本身来讲 对这个 旧纪圣经的 前面六纪 都是很尊敬的 我们一样 同样的尊敬 旧纪圣经 信纪圣经 还有穆斯林里面的 他的修行的方法 其实也有 学习的地方 也有我们 学习的地方 所以归于佛教之后 对于其他的宗教 你也应该要 懂得 他们的修行方法 多少增加一点知识 也是很好的 这是回答 巴西莲花取军 巴西莲花取军 我们非洲 还有地址 非洲我们的地址 这里是南非 莲花永元 在南非的 莲花永元问的 师尊师母 真佛终好 师尊说 伊西丑嘎 现在 在人间 而且还在 真佛终 伊西丑嘎 是藏密第一 佛母 是大成就者 何不请她 出来转法轮 这个南非 莲花永元问的 他说 师尊讲的 伊西丑嘎 现在在人间 而且还在 真佛中 我问大家 这句话 我在什么时候 讲过 我说 我有一次在 附母的时候 曾经讲过 伊西丑嘎 他现在在 现场 对不对 是不是 是这样讲吗 还有什么 还有讲什么 就没有了 你说他也知道 他是 我也知道 他是伊西丑嘎 你是说 他也知道 他是 你说他有感觉 也有讲过 说他也知道 他是伊西丑嘎 伊西丑嘎是藏密 第一佛母是大成就者 何不请他出来转法轮 我告诉大家 来转世的伊西丑嘎 目前还在学习之中 因为你就算你是菩萨 也有格式之谜 你是菩萨来转世的 你也有格式之谜 你转了一个世 你再来 伊西丑嘎再来 他已经不知道 他是伊西丑嘎 像师尊来讲 师尊是莲花童子 这个 那观无量寿经里面 提到的 无量寿经里面就有提到 阿弥陀佛讲 华生童子 华生童子就是 南无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号 阿弥陀佛 莲花童子也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是莲花童子 阿弥陀佛是发出来的 但是我出生的时候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是莲花童子 直到二十六岁的时候 我在玉房宫里面 摇石金母下乡 他告诉我 你是莲花童子 而且去带我去看我的前世 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我是莲花童子 知道了以后还要写法 还要写手印 写法 写脚印 脚印 那时候 晚上的时候 在我的那个金官的宿舍里面 我一个人就被叫起来修法 那个手指头都会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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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手印 这样子 学来的 另外这个脚印也是 要踩什么脚步 我觉得我的脚很累了 我要把脚放下来 他把你固定了 像那个空气就是一个 把你凝固了 你就是站在那里不动 脚酸了 脚要放下来也放不下来 冬天很冷 我不想学法 今天晚上太冷了 我要睡觉 他把我的身体这样子 脚翘起来变成倒立 然后再把我放下去 这样子的 不得不起来写法 写法写了三年 无形的在教 那还是要从头来 不是说 我是法生童子 我是莲花童子 我一出生 我就懂得所有的法 不是的 是我好好的 这样子学学 学密教 去皈依师父 学密教 去皈依师父 学密教的师父 学险教 研究经典 慢慢这样子 储存起来 自己才有相应 相应了以后 更加明白 跟本尊相应了 就更加明白了 我随时 哪一尊都可以相应的 哪一尊都可以 进到我的身体里面 我可以进到 他们的身体里面 我可以显化 很多尊的 所以这个 所以呢 虽然是 伊喜丑卡在人间 而且还在生活中 但是伊喜丑卡 还是在写法当中 等他成就了 就请他出来 转法轮 这个是给南非 莲花永元问的 他问的问题 伊喜丑卡 为什么 伊喜丑卡来了 为什么不请他 他出来转法轮 其实姚之金母的女儿 也很多啊 来我们生活中的 也很多啊 姚之金母的女儿 还有很多的 这个空行母啊 都在我们这个 生活中里面啊 所以这个空行母的净土 转来很多 都在我们生活中里面啊 也有很多空行母 在我们生活中里面 他们正在学习 学习了以后 他们也可以出来 转法轮 很有很多的 他们没有接触到活法 那就在人间轮回 一直到被唤醒 像师尊一样 我到二十六岁 才被唤醒 他说你就是莲花童子 那莲花童子是什么 就是化身童子 就是相光童子 也就是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演化出来的 所以阿弥陀佛是我的本尊 那姚之金母也是我的本尊 因为我过去世 跟姚之金母在一起 地藏王菩萨也是我的本尊 因为地藏王菩萨也是莲花童子 莲花僧大士也是莲花僧子 也是莲花童子 密教的祖师也 也是莲花童子 莲花化身的 所以有很多这个 将来他们学好的法 就会出来 因为有相应最重要 我跟大家讲 今天跟大家讲 你在学密法 第一步 你升起次第的时候 修本尊法 一定要相应 你相应了以后 一尊相应 就尊尊都相应 每一尊都会相应 尊尊都相应了 你就越来懂的法 越来越多 万法都在你一心 就成了 所以我们不怕说 不会往生 为什么呢 眼睛一闭 马上本尊就陷在你面前 马上把你接吟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不只是本尊现前 你随时呼唤哪一尊 哪一尊就进到你身体里面 你马上就变成 我就变成阿弥陀佛了 一撒那而已 一弹子 就是这个时间而已 你就可以变成阿弥陀佛 一弹子间 你就变成阿弥陀佛 这是自化本尊 自以变化成为本尊 你只要相应了 都有这种 一请他就来 进到你身体 你马上一摊子 就变成本尊了 以本尊的事去做超度 所以才有牵手法床的超度 还是这样子做的 所以你有了本尊以后 很容易 你要进入内法 进入内法 进入无上密 你在无上密的时候 你做任何事情 你都是本尊在做 不是你 这很重要 跟大家讲 现在呢 小明跟一位美女讲 美女 我可以抱抱你吗 这个美女讲 只要前到位 一切都好说 了解吗 小明毫不犹豫地 吞了 这个小小一块钱的硬币 然后紧紧地抱住这个美女 说 钱已经到位了 差很远了 病人问医生 医生 我怎么老生不出孩子 医生讲 从检查的结果来看 应该是南方有问题 病人讲 上一家医院也是这么讲的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搬到北方 这都是误会 误会 我们南方有问题 他就搬到北方 别人都用动物来比喻 您有的各种优点 我也给自己的老婆编了一段 他有麒麟的背 麒麟的手背 有大象的腿 有狗熊的腰 有老虎的背 是闻起来的眉 是飘起来的嘴 染的指甲 染的指甲 晚上呢 我就念给老婆听 于是 我就有了金钱豹的皮 跟熊猫的眼 熊猫的眼睛 那两个都是黑的 金钱豹的皮 这里都是 哪里都是欧千 全身的乌鸡 好了 现在这个 我们讲金刚经 离象极灭分 第十四 佛告西菩提 如是如是 若父有人 得闻是经 不经 不步 不畏 当知识人 身为稀有 我告诉大家 看到金刚经的 听到 卢士尊讲话的 不经 没有感觉到很惊奇 不不 不恐怖 不畏 也不畏惧 这六个字 不经 不不 不畏 非常重要 大部分来讲 听到金刚经的 听到我说法的 会大吃一惊 其实会大吃一惊 为什么 为什么会大吃一惊 大部分来讲都会很吃惊 金刚经 他讲这个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则相 没有哪一位宗教是这样子讲的 除了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印度 印度教里面 他也讲 三大神 摄这天最高的 摄旧境天 偏境天 有韦斯奴 摄这天的初天 有大还天 就创造神 布拉玛 欲界天 最高天 大自在天 就是希望 这是印度教三大神 三大神 最高的三大神 偏境天 威斯奴 这个大还天 大还天王 另外 大自在天 欲界天 最高天 这三 印度教的三大神 他都是有形象的 而且有宠物 这个威斯奴 他的宠物 就是嘎鲁大 大旁金尺鸟 就是他的宠物 大还天 他的宠物 就是天鹅 白天鹅 白天鹅 大自在天 他的宠物 就是白牛 西瓦 他的宠物 是白牛 都是有形象的 都是有形象的 只有释迦摩尼佛讲 根本没有 没有我 没有你 没有他 这大家都大吃一惊 那没有 那还有天吗 连天也没有 还有地义吗 连地义也没有 奇怪了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这样子讲 不是明明讲 有地义吗 有地义 恶鬼畜生吗 因为在佛的眼中 就什么都没有 你真正修到了 境界最高的时候 这个金刚星 是最高点的 金王 没有比他再高的 是第一稀有啊 讲金刚经的人 都应该要懂 哪里不经呢 吃来经 我记得有一个禅宗 有一段 有一个弟子来问师父 第一语有吗 师父跟他讲有 那第二个弟子来问他 第一有吗 师父跟他讲没有 旁边他的逝者很奇怪 你对刚刚那个人讲说 第一有 对第二个人讲说 第一没有 那他也来问师父 师父啊 你刚刚对第一个人讲说 第一有 对第二个人讲 第一没有 我搞不懂 到底第一有没有 现在我来问你 我是逝者 我来问你 第一到底有没有 师父跟他讲 你问的 就是对 有没有 都对 怎么回事啊 我告诉你 这个解答很简单 第一个人 这个人本身行了 他本身有业 会到第一 所以师父跟他讲 第一时有 第二个人 他修行 非常的清静 师父跟他讲 没有第一 这样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不用到第一去啊 所以根本就没有第一 所以你到了 你到了 金王 第一 稀有 诸天都没有了 无色界天 没有 色界天 没有 欲界天 没有 统统都没有 因为你听到这种经典以后啊 你已经超越了三界了 没有什么叫做诸天 没有什么叫做地 这个只有释迦摩尼火能够讲出来 你不吃惊吗 当然听了都很惊 第二个 你听了不恐怖吗 为什么恐怖 当然恐怖啊 现在你活着干什么 什么都没有 连我也都没有 儒生宴也没有 生活中也没有 我写的书也没有 我的一切 儿子 女儿 孙子 孙女 全部没有 你听了不恐怖吗 你的钱也是空啊 你的钱也是空啊 你房子也是空啊 你的土地也不是你的啊 房子也不是你的啊 车子也不是你的啊 听了不恐怖吗 我什么 我一无所有啊 不恐怖吗 当然恐怖啊 我的都没有 有时候打坐啊 一打坐 哇 进到这个黑气筒里面 有人打坐啊 一下子腾空起来 哇 飞得好高好高 他吓死了 哎呦喂啊 等一下跌下去怎么办啊 会恐怖的 你没有什么靠 没有什么依靠啊 上面没有靠 下面没有靠 左边没有靠 右边没有靠 你整个人在虚空中 变成化成 就是一个人 你坐在虚空中 你不吓死啊 真的很恐怖啊 真的很恐怖啊 这个就是恐怖 恐怖 恐怖 这是第一恐怖的经典 不会 你也不拒绝他 释迦牟尼佛讲的 你也不拒绝 师尊已经解释 什么都没有 就是实相 实相就是非相 非相就是实相 我已经跟你解释 有业 才有相 你没有业 你没有业 什么相 你也不用轮回 你也不用涅槃 你是永生的佛 永远生 永远存在的佛 菩萨也是 到了菩萨境界也是 佛 菩萨 言洁 声闻 这个四圣界 都是这样子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一时 所以我讲 那些坐在最高位置上的 一时 最多钱的 一时 最漂亮的 一时 全部都是一时而已啦 其实什么都没有 这个经典里面 所以我解释 这个能够看 知道这个经 最重要的意义的时候 你不会经 不布 不畏 当知识人 甚为虚有 非常少了 大部分都害怕失忌 你看我们中国 那个陈史皇 他是想当永远的皇帝 他到处去求仙丹 迟了可以长生不老 永远当陈史皇 一时 汉武帝 也是求仙丹 到处啊 哇 到了这个泰山顶 去求姚赤金母 希望姚赤金母给他 东 突然间一颗仙丹给他 他吃了这颗仙丹以后 就永远当汉武帝 不实 那陈史皇 汉武帝 都是轰功伟业的 也都是一时 没有所谓永生 没有的 他以前当皇帝 就是最高的了 现在长有这个权柄最高的 也不过都是一时 有钱也是一样啊 都是一时间而已啊 房子土地都是一时 你的身体也是一时 你哪里有保有永远的身体 这世界上从来没有 没有这样子的 我常常讲的一句话 我活着来 就不想活着回去 对啊 哪里有人活着回去的 都是死啦 所以这个就是一时而已嘛 身体也是一时啊 看透啦 释迦摩尼佛跟你讲 要看透这些 你说爱情 爱你一万年 有一条歌叫爱你一万年 爱你一万年 骗教耶 那时候是骗人的歌啊 诈骗集传编编出来的 爱你一万年 我告诉你哦 七年啊 七年之阳 七年 一万年 哪有一万年 当知识恩 甚为稀有 何以故 你看透了这个 常常放在心上 慢慢的 你会减掉你的欲望 不要紧 无所谓 没关系 你就会变成 不要紧 无所谓 没关系 随 随顺 随大家吧 可以顾 西菩提 如来说 第一波罗命 寄回第一波罗命 世民第一波罗命 西菩提 我这样子讲 如来说 第一波罗命 寄回第一波罗命 世民第一波罗命 这很简单 第一能够到达彼岸 就不是第一能够到达彼岸 因为就不是第一能够到达彼岸 所以是第一到达彼岸 这句话应该是可以解了吧 对不对 因为嘛 你到达彼岸 就等于没有到达彼岸 根本就没有彼岸 此案就是彼岸 你明白了这个 所谓第一波罗命 就不是第一波罗命 也就是第一波罗命 就这个意思 这样了解吗 问洗衣店老板 我的衣服什么时候能够洗好 老板讲 三天后 我又问了 你们不是讲24小时就可以了吗 老板就笑了 我们每天只工作八小时 这个小明当警察 在黑社会里面坐卧底 有一天呢 他给上级打电话 长官啦 你快点把我调回去吧 我做卧底 已经做到老二了 我怕哪一天老大挂了 我就是黑社会的老大 警察卧底的变成黑社会老大 警察卧底的变成黑社会老大 这个男生书舍的管理员是一个大妈 有次小明没起床上课 被发现 大妈就跟小明讲 你再不起来 我就写大日报 给你贴在布告栏 小明心想 有多大的事啊 我才不管 下午才起床去买东西 结果他看到教室 学校的大日报 上面写着 405宿舍 这个小明早上映不起来 这也是蛮吓人的 现在疫情时间了 有一个男的问老板 疫情时间生意还好吧 老板讲 不用提了 糟透了 昨天才卖了一件 那今天更糟 男子就问 那一件也没有卖吗 老板讲 今天那个顾客 又把昨天买的衣服给退了 这个公司里面的老板 在公司里我是头 所有的职员都讲 这个我相信 可是在家里呢 我当然也是头了 那你的老婆呢 他是脖子 为什么是脖子 因为脱想撞斗得听脖子 好了 好 好麻烦你被迷恨